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後面的動心請坐 辛苦喝了 因為 就要結束了 喝就可以回去了 辛苦你們今天一天 很歡迎 歡迎 各位 又回來兩家 因為 你們都是民進府培養出來 高級班畢業生 有的畢業是長時間 現在又請你們回來 所以我說你們回來兩家 現在又是 春天夜的時候 所以回來走春 和走青 走春大家知道意思嗎 走青 青就是青軍 我們好像有親家關係 所以 秘書廳說 要請你們回來 因為我有一些目的 但是 可能 國民 操作 我們 時間 要 因為這樣 所以 我們就要加強 腳步 冠軍 準備 如果已經在準備的人 我們就要加強 準備 我們要準備什麼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要準備什麼 準備接情 對 但是你要用什麼去接情 對 要準備法律 對 我們是用法律去顧美國 用法律 要把美國 把美國 把儘管回來 所以 將來 儘管 討論 我們也是要用法律 來 管理 台灣 要什麼意思 用法律 管台灣 大家要思考這個問題 自己 如果有機會 不要再給大家率先 補充 剛才說到畢士頂 畢士頂 我記得 在去聽他的 開場白話的時候 請給各位 這個 總將官 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 各位將來 都是台灣民進府 會高級 看完 現在目前大家 都沒有 都還是 行政看 所以今天利用這個 最後這個 我介紹一些 行政的上色 給大家參考 我 要給大家介紹的 內容 大概就是這幾點 第一 行政的角色是什麼 第二 行政的優惡是什麼 第三 行政的變責 第一 行政的事務 第五 零度改善 行政的事務 第二 接政的事務 是什麼 我們說到 行政的角色 我們將來 我們將來 要做的事情 都是 行政的角色 行政是什麼的角色 在一個 民主社會 它有什麼角色 這不必說平 大家都知道這對 一個民主社會 它的 政理的體制 都是 三管 分立 那是什麼三管 應該大家也知道 立法 行政跟司法 三管 要獨立運作 但是 就是要 互相 坐行 這怎麼說 就是 法律 是立法機關 創作 由行政機關來接行 由司法機關來過世 這就是 三管 分立 獨立運作的 和互相坐行 立法機關 你只做法律的創作 其他的事 不是你的事 行政機關 你只做法律的接行 法律的創作 和法律的過世 不是你的空間 司法機關 一般說 法院 法官 他是在做什麼 法律的過世 做法官 過世法律 來做法官 所以 創作法律 不是法官的任務 不是法務 不是法院的任務 所以 我們舉一個人 來說明這個 三管 分立 要怎麼運作 將來 我們民進府 成立後 說一個 比較粗修的 我們不是說 跟老體的東西 我們將來 希望 我們的 同胞 不會去跟老體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不是跟老體的東西 不好 所以我們創作一個 什麼人的手機 對 人家說手機 可以去外面 OK 創作這個法律 說 欸 老體的東西 不行 要受處理 現在有這個法律之後 我們將來交給我們的 黑雄部隊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警察彈下去 他就要去執行這個法律 他要注意 有人有做柴子 沒有 他就要去抓 抓來抓 但是這個黑雄 還是我們的 警察部隊 他不可以 對這個柴子 判罪 他就要交給 歡迎 給法官 去判罪 所以這就是 簡單說起來 三官 分立 動力 動力運作 佛上建設 一個例 現在說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要記好 行政機關的角色 他的任務 就是執行法律 大家不能忘記 現在說到這裡 我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各位 政府 政府 可以關老百姓 應該是不可以 我再說一次 政府可以關老百姓 應該是不可以 可以去抓 沒有人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怎麼這麼少 不可以 請教授 請教授 比較多 怎麼 比較少數 比較麻煩你來 學長大多數 不過這不是民主三個的管理 這其實是這樣 政府不能關老百姓 政府是什麼 行政機關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樣說 行政機關的角色 你是在執行法律 你不是在關老百姓 警察 也不是在關我們 是因為我們做事 做壞事 警察才可以跟我們抓 你如果沒有做壞事 警察怎麼有 沒有那個法律可以自己抓 對吧 還說很簡單 民主社會是什麼 老百姓 是不是老闆 主人 政府是什麼 我們搶的 那有 新樓在關老百姓 沒有 所以 千萬叫 政府不可以關老百姓 所以各位將來 如果做行政官 你不懂我做官 我可以關老百姓 那這樣 我說 頭一個變形就是利用 行政的優固是什麼 我們說 行政的任務是在執行法律 所以一切行政工具 必須要根據法律的規定 中國會說 依法辦理 就是真正 依法辦理 這不是在開玩笑的 真的要依法辦理 意思是什麼 就是不得任意 隨意操縱 不可以說你行政單位 要怎樣就怎樣 你要做什麼 你一定要根據法令 根據法律 就是立法機關所統計的法律 你這裡可以用的 而不是來自政黨的主張 政黨的主張 不可以變成行政單位 行政的責任法律 的優固 我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知道 在台灣有一個政黨 他們都開中上會 就聽到決定政府的政策 這是錯誤的 大家不可以 但是有些特殊的政策的時候 例如說 立法機關如果有受管 和行政機關的時候 行政單位可以制定法律的執行施責 要是做財閣 什麼是做 譬如說 行政機關 政府機關 可以發建立立法 我們要起訴 新政府庫 行政機關可以根據建立法 發建立立立法 再來 現在我們在國師公路的僑塑 警察庭會直接開法庭 他不是先幫你抓去 讓法庭 破罪 不是 你僑塑 交通法 它裡面就會規定 說僑塑罪的時候 警察可以幫你破罪 這就是市管和警察 這就是財閣 所以在這個正行之下 有 不可以做 怎麼搞的 在立法機關有受管的時候 行政機關 行政單位 才可以做這種決定 再來 我還有問題要請教各位 我都不規定的 是不是準 法律 沒有規定的 準不準 準的取守 法律沒有規定的是準 哪有這麼少人 還不到五位呢 不準的呢 法律沒有規定是不準 其他人呢 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哇 欸 各位都是高級行政長官呢 我再問一次 法律不規定的 準還是不準 準 準 走 喔 現在有更多的難波 但是也是很少 不準的走 大多數 但是現在倒敗 多數要服從少數 哦 有人懷疑呢 大家如果你們還沒什麼 沒什麼贊成 我的意見那種 我說那個勵給你們聽 是怎麼會造成這個問題 大家會記得 1996年 中華民國 基本上一次 民選的總統 那時候誰調的 你們還記得嗎 對 阿菲伯也調 所以因為民選第一次調總統 要定基的時候 他就要 發佈一個代謝 讓一些以前犯罪的人 可以因為他定基 免罪 免罪 免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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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去 其中有一個 古早民進黨的大佬 他也發佈一個 免罪去 免罪去的那種 吳姓改 大家可能會聽 吳姓是他 以前是甄埔立委 因為讓國民黨他譚說 刑法101條的那種 判亂罪 所以 他 判斷公權 出銷他的立法委員的職級 所以阿菲伯要把它擱大 財神 所以我們 的王子們變成無罪 而無罪之後呢 他就說 我原本是政總理會 所以他向總法民國 來政保 行政 恢復立法委員的職級 那個時候 台政部的社會司長 那是部長 還落的主管 政官的委員 他說 看法案說 沒有這個法律 所以法律沒有規定的不准 所以不准你回合他的立法委員的資格 這就是我們這個問題 法律沒有規定的準不准 大家想看 這個故事 法律沒有規定的是準 是怎樣 大家想看比較簡單 古書公農 如果沒有跟你犯罪一百公里的事實 你可以塞多少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對不對 所以大家記好嗎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又另外用一個方法 跟大家說明 什麼是法律 法律是要縮白我們的行為 因為我們的活動 我們的行為 就要受犯罪 所以這些定法律 像剛才我在說的 柵仔在跟老闆的東西 要跟你犯罪說你不能跟老闆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定那個法律 如果沒有定那個法律 那個法律是不是就可以跟老闆的 沒有做的 對不對 如果沒有法律 反正你 說不可以做什麼 就是可以做的 你就可以做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準 再來 現在比較沒有問題了 這個 比較簡單 行政的變質 有中央有地方 我們民進府 他用地圓 也分成酒 跟勤 中央跟地圓 這個管理 會發分 我們可以看出說 他如何發分 可以看出說 那個制度是中央一管 那是地圓子弟 我在猜我們將來可能會 是平常的地圓子弟 因為地圓也有些地圓的特色 所以他會用的根據地圓的特色 創造一些地圓的法律還是制度 如果是 實質上這樣 進行的時候 中央沒有干涉 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講 地圓子弟的制度 再來 行政機關 我們常來講 行政機關 嚴格說起來 也要分作兩種 一個是有政府機關 一個是司務單位 政府機關 我們在中央 在州跟軍 都有 政府 中央政府 州政府 州政府 郡政府 這個政府機關 在中央 它的任務主要是 政策的研究跟議定 正經在在接行法律 一般都是司務單位在做 什麼司務單位 剛才我們寄的那個 警察就是司務單位 再來大家可以了解的 客政策 在幫我們收勢金的 還是在幫我們辦負貨的 負政單位 這都是司務單位 在接行 規定的業務 行政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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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行政事務 事務 勘扯到 什麼東西 三項 人 事 和事 在辦行政 就可以勘扯到這三項 我們如果說到人 就是說 行政服務的對象是什麼 就是勞備時 也可以說 是行政單位的客戶 對吧 如果聽到客戶 大家就可以了解 行政單位對勞備時 不得官僚 不但不能官僚 而且還要客氣 又有禮貌 這不是說 唱高調 其實也做不夠 台灣也有一個單位 現在已經可以說做到這樣 對吧 各位去申請我們的 我們的身份證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去申請給他頂本 要去賠一家 我們是不是有享受到 客戶 的那個氣氛 你離開的時候 人就是問他說 你要辦什麼 是不是又辦一部第一項 對吧 帶你去那個餐廳 說在這裡就能辦 對吧 這樣是不是 很好 所以我們就要學 我們做行政 靈活動的時候 就要學這種好的制度 說到事情 行政所干涉的 行政的業務是什麼 就是法律高班的任務 行政要做的事 就是法律裡面所規定的 所以 法律應明確規定 行政機關的責任義務是什麼 法律就要寫得很清楚 要叫你這個行政單位 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這法律就要寫得很清楚 我在這裡 說一個 反例 倒霸的禮 讓你們了解 說ROC 都打不準 ROC 大家知道 有很多法律 有一條說 主管機關的規定 大家雖然不是特法律的還是做法官的 但是三國師也會聽到說 有這種規定的法律 主管機關 那不然 我在這裡 幾個月給大家了解 公司法第五條 有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地方主管機關 就是直轄市政府 銀行法第十九條也有這個規定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就是中央主管機關 甚至農會法第三條也有規定 行政院農委會就是中央主管機關 這個直轄市 縣市政府是地方的主管機關 再來 連石兵衛生管理法 也有那個 中央主管機關 他說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這個主管機關 我們規定說它是主管機關 到底不知道哪一個 只有這關法律也無策策 看來都說 不管 它是在說的主管機關 我請教各位主管機關是在管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說 這些都是行政單位 行政機關的 政府機關的 那它不可以管 它不可以管 為何怎麼會說主管機關 各位知道嗎 它在管什麼 我看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呢 它也不知道 它也不知道 它也不知道它要關什麼 不知道的時候 要怎樣 大行貫 對嗎 最簡單 大行貫就不會不對 沒救 老狗 全部都管 現在台灣行政機關就是這樣 什麼都要管 什麼都管的時候 管是什麼 管是什麼 管是一種的管理 所以有管理的時候大家都要清楚 所以管理機關很少 對啊 大家都管管理 但是問題如果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負責 因為他們大家都不是負責的機關 他們都是管理的機關 都是我管的 我沒有責任 我只是管而已 他管了 才不會可以做 對吧 所以 你看我們最近 十分發生 這麼多事 有一個十分的管 事件 飲料辭職 沒有了 以前 運行出問題 有人 死了 我會記得 台灣頭一次 現在 在 在 台湊 在那 信用合作社 發生 第一次的案件 就是 中華地市信用合作社 那個 總經理 即將 推 whenever 追究stay 所以發生問題 結果 那些東西 在在 財政部 做經濟師師 租中 他的租貫的官員 那個要先做 行政議長 他不但沒有四頭路 他還先官 我如果說到那個名字 可能你們大家都記得 他落在那邊 落不多久而已 那個人叫陳聰 所以我舉這個 法律不是這樣定法的 所以 中華民國在臺灣 法律亂定 都變成行政單位可以管的 行政單位不可以管的 你是在執行法律 你只會做而已 你要執行 你不是在管的 對嗎 大家千萬要執行 再來 行政 接觸到的 牽涉到的 就是錢的問題 這錢是什麼 辦事 當然就要錢 所以 辦行政需要錢 這錢就是經費 經費就是從哪裡來 從優先來 那優先是什麼 老闆是洗金錢嘛 對吧 所以 我們將來 用法律要管理我們臺灣 自己的臺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要 遵守節約 因為八十的錢 你不能亂開 對吧 所以我們就要借用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 不可以保留 中國的這個奧文化 我說奧文化 什麼奧文化 大家可能有看到 什麼有這個消耗預算 這句話 可能很多人常常聽到 每年 年代要到了 就要消耗預算 對吧 這是什麼 這是公年 高雷 人農費嘛 你要消耗 把它用完 這種奧文化 另外一個疏忽 說有這個預算達成率 這句你們可能也聽到了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一個行政單位 它的工作效率 高還是低 用什麼來判斷 用它預算開桌還是開借 你如果預算 百分之百都開到完 你表示說你這個單位 行政效率很好 幹嘛呢 會有開始的 就是會有辦事的嗎 對吧 所以 請大家千萬寄好 我們就要折獄 不然我們開始 這種奧文化 不可以保留 第二個 領土改善的 行政事務 剛才說幾次 各位 都是 將來民政府的高級官員 中英在那個高級 所以你們都是 領土改善 你們紀念是 領土改善的 行政官 你們 拿到這個領土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以我的看法 你們至少要注意做這三項事 第一 規劃良好的 行政 陣容 你領土一個單位 你這個單位 要怎麼整個 就是 懷恆的 行政部門 要讓他們 分工合作 懷恆 分好好 不可以各自獨立 讓他們 還可以 就要 分工合作 值得 行政階層 要 分成 負責 一層一層 中間不可以斷層 每層 都要連貫 要負責 現在 讓他們 分工合作 值得 分成負責 你們如果有辦法 整個月這樣 一個行政 領用 這樣 很溫暖 但是 只有這樣 還不夠 就要做什麼 你們就要 佩用一些 自動自發的部署 你只有有頂用 沒有 很好的部署 也還不夠 所以 你就要 努力 佩用這個自動自發的部署 要佩用這個部署 選舉的條件是什麼 你應該 面膠的 發分 每一個工作 丹尾 接著 再來 中時 你的部署 加強他們的 自尊心 佩用他們的自尊心 讓他們有心心 說來 淡念那個工作 有這個電容 還到部署 所以說 1加2 等於多少 請問大家 3 錯 我們這裡不是在算 你有很好的 行政電容 還有很自動自發的部署 1加2 是不是你有一個很好的行政團隊 對不對 OK 1加2 在這裡不是3 我們不是在算 OK 再來 你們要再第三人要 面對的任務 要變這個 預算 你領導一個單位 所以 這個 預算的邊罪 是你們的任務 要依法行政 當然要依法編制預算 說起來很簡單 要怎麼變 你們在意也不是有聽到 參議長 在跟你們講到 就要注意成本的觀念 這些事情 他跟專業 讓他講就好 我在這裡只要拿手 各位 注意一件事 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沒有福報預算 就沒有被砍預算的問題 對吧 所以你如果依法編預算 就不會有預算的問題 這樣 我們接種的時候 面對的事務是什麼 我的看法 接種的任務 你是要做 鑑賊 控制 還有 裁判 的空間 不是要叫你們接班 拼務 怎麼說 你們要鑑賊什麼 鑑賊你接管的單位 是不是有遵守法律 是不是有為佩時設想 有對老佩時在想嗎 要做的事情是為到老佩時 還是為到什麼人在做 為佩時設想 遵守法律 再學習一次 我們的法律是什麼 日俗美戰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留房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黏著好像四十五經 反共八股 不是 大家就要了解 裡面的意義 有 怎麼會有這日俗美戰 表示說 我們是還要 對外 對日本 我們是台日本 帝國的 神明 對不對 所以日本 現在的日本 將我們的 日本國籍 促銷 這是不應該 這個法律 我們要知道 美戰 美國跟我們占領 我們也有 比占領的管理 什麼管理 要跟美國討 旅行證件 他不應該讓我們 用這個 中華民國的負責 對吧 所以這 因為是我們將來要討 大家不可以忘記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我們是比占領才 我們的管理 對來 是什麼 我們的財 我們的財 我們的社會 最多 我們的 人權 就要受 占領才的 準中 所以以前 去用成功 去用建築的 失領的財 我們都要記 將來 一分一角 都要把它討回 流亡政府不得 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可以 住的 怎麼吃 也不有用意 所以將來 有中國師匠的 要繼續中國制度的人 你們都 不可以接受 所以 你們就要怎麼處理 你們有臨時館 和財務館 控制這兩行 必要的時 你們就要做菜骨 不用的人 你們就要把它拆掉 不可以花錢 就要把它抖起來 所以各位 把握 你們的臨部 祝大家的成功 謝謝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 等一下兩點五十 兩點五十準時上課 要睡五分鐘 待會兩點五十準時上課 下一堂課是民主黨的課 盡量提早上進教室 兩點五十五五天 你先坐上一聽 兩點五十五 兩十五 五十六 legitim 二十五